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感谢神 你能够每一天聆听神的话语 让上帝的话 做你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 让上帝他的言语 不断的帮助你的心来调整 来对齐神 以至于你在这个地上 心欢喜临快乐 也使你的肉身安然居住 愿神祝福你 因他的话得饱足和安慰 奉主的名祝福 Amen 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 你的心不可认他死亡 暴怒的人必受刑罚 你若救他 必须再救 你要听劝教 受训会 使你终究有智慧 人心多有计谋 唯有耶和华的筹算 才能立定 施行仁慈的 令人爱慕 穷人 强如说谎言的 敬畏耶和华的 得着生命 他必很久知足 不遭破坏 不遭祸患 懒惰人 放手在盘子里 就是项口撤回 他也不肯 鞭打谢蔓人 于蒙人 必掌见事 则被明哲人 他就明白知事 虐待父亲 拈出母亲的 是宜休置入之子 我儿 不可听了教训 而又偏离知事的言语 匪徒做见证 细效公平 恶人的口 吞下罪孽 刑罚是为 献卖人预备的 鞭打 是为愚昧人的 被预备的 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我们今天要来看到 真言的第十九章 特别从十八节到二十三节 我们一起要来看到 我们每一个人 在神的面前 我们认识神的人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 经营我们的生命呢 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 学会来敬畏祂 从十八节开始 特别提醒我们 他说 趁有指望 你要做什么呢 趁有指望 你要管教你的儿子 那么你不要在 你不能做的时候 然后你去做 你要在这时候 还有气息 趁着白日 就应该快快去做 我们都在神的面前 学会 不要让我们的 这个软惰 或者是我们的软弱 或者懒惰 来使我们的孩子 来受到亏损 那以至于他受到 我们就认他死亡 弟兄姐妹 你都应该要起来 在神的面前 成为你自己产业的好管家 你的孩子是你的产业 你应该起来帮助他们 到第十九节 暴怒的人 必受刑罚 他说到 你如果救他 必须再救我 在这个过程当中 暴怒的人 他们的生命当中 会不断地衍生出 其他的问题 那么我也求神祝福你 当你在帮助和 在救他的时候 不是只是在帮他擦屁股 解决后面的事情 你要根据 并且针对他们的生命 向他们的生命来说话 我们同样的跟第十八节 是一样的 趁着还有指望 那么你应该可以做 而且我相信 你有神的话 你可以做得很好 并且提醒我们 我们不只是要这样 帮助别人和 劝勉别人 管教孩子 或者是救那些暴怒的人 我们也要在神的面前 听劝教受训会 我们都要明白 神要使我们 使我们终究有智慧 而且二十一节告诉我们 唯有耶和华的筹算 才能立定 我们从十八节到二十三节 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你敬畏耶和华 你能够得生命 我自己在神的面前 很早因为神的恩惠 让我知道 我必须要调整和改变 在我开拓教会的前面的初期 我邀请一位 特别在神面前使用的先知 来到我的教会来帮助我们 他在结束聚会的时候 跟我说了一件事 他说 康牧师我想要提醒你 就是你的生命当中 是害怕权柄的 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我自己作为一个主任牧师 当我听见这句话的时候 我会怎么想呢 我知道我的生命中 有一些的问题 所以我就很快的承认 因为我的父亲是军人 所以我在这样的一个 成长背景当中 我对权柄的命令是 一个命令一个动作 所以我生命当中 看起来是非常的遵守纪律 但是我心中有个潜藏的事 就是我害怕权柄 当他说完之后 我就在神的面前 我就在他面前 我就承认 我因此就在神的面前 用了不少的时间 处理我害怕权柄这件事情 我感谢神帮助我 我因为如此 我的生命和我的服侍 可以扩张 不然的话 有很多在这个社会上 色尽地位比较好的人 我自己服侍他们 我就会害怕 我因为得医治 我能够胜过他们 就如同23节的 敬畏耶和华的 会得着生命 而且我很久知足 不遭或患 我自己在过程当中 我三个孩子 我的太太有一天跟我说 她说你知不知道孩子 为什么不喜欢跟你坐在一起 我心里就想 我是一个好爸爸 我觉得孩子都喜欢 跟我在一起 但是我的太太 却戳破了我的谎言 我说好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 她说因为你每次 坐下来的时候 你都会指点 使唤你的孩子 做这件事 做那件事 其实我坦白讲 我工作累了 我服侍也是辛苦的 所以我回来 有的时候想说 坐下来 叫我的孩子帮忙我 做一些事 但是不知不觉当中 却使我的孩子远离我 然后不愿意与我亲近 我的太太 点出了我的盲点 让我愿意在神的面前 能够悔改 有机会重建关心 弟兄姐妹 18节到23节 她告诉我们 不管你的位置有多高 不管你的服侍是什么 或者你多么的被神使用 你知不知道你的生命和你的生活 仍然要存敬畏和谦卑的心 让神可以对你的生命说话 他或者透过你的妻子 或者透过你的权力 或者透过一些的环境 对你说话的时候 愿神祝福你 能够听得明白 能够有受教的心 在神的面前 得以成长蒙福奉足的名 这样说 Amen 我们很感谢神 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都是在神面前 寻求耶和华话语的人 那么我透过刚刚的经文 也提醒你 提醒我自己 我们的生命 都要不断的改变 和成为受教的人 我们从24节到29节 我们会看到什么呢 他说到 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 就是向口撤回 他也不肯 你会发觉到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是一个极其懒惰 不是只有懒惰 而且是极其懒惰的人 那么就算是放手在盘子里 然后来为自己吃饭 他都不愿意 弟兄姐妹 有没有有很多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生命 就像是如此呢 我们允许我们周遭的环境混乱 我们允许我们周遭的环境 是让我们看到不舒服的 可是你也一直没有起来 去动作 去做一些的事 看起来好像你有很多的理由和原因 那么难听的话 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借口 其实我们的生命 好像我们是爱主 可是我们有没有很多时候 我们或许不像这个圣经里面 24节所说的 没有把食物放在口里 但是我们也很多的时候 没有用我们的手去做该做的事情 其实神并不喜悦我们的生命是这样的 祂要我们不只是在生命中敬畏神 我们的生活中也要成为有整齐和圣洁的态度 我们继续来往下来看的时候 就看到25节 祂说鞭打谢曼人 鱼蒙人 必长什么呢 见事 很有趣的是 你能不能够真的能够看明白 这一切的管教 其实如果你是愿意成长的人 哇 那么你就可以得着恩典 祂继续说到 责备明责人 祂就明白知事 你知不知道如果有一天你被责备 那么圣经说 愿意被责备的人 圣经叫做明责人 那么你就因此明白知事 我们的生命能不能够受教 我们的生命能不能够在上帝的面前 能够有爱 能够有信任 相信我们生命中的受教 其实是神透过环境来向我们来说话 后面继续说到 祂说到不可听的教训 又偏离知识的言语 后面提醒我们 祂告诉我们 我们看到匪徒做见证 细效公平 恶人的口吞下罪孽 那么刑罚为泄脉人预备 鞭打是为愚昧人的背所预备的 我们的生命里面 如果不愿意改变 如果不愿意调整 那么接下来刑罚和鞭打 就会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弟兄姐妹 我要特别求神来祝福你 我自己在幕会的初期 我的生命里面 就遇到一些事情 其实有些事情 我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甚至我觉得非常的辛苦 那么我要很感谢神 我就遇到有一个牧师 就是我自己在610娘堂里面 我就遇到我的属灵父亲 他就很清楚地告诉我 他说忠义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是错的 那么我面对他的责备的时候 我的心里面其实会突然吓了一跳 但是我心里很清楚 他所说的话是美好的 如果我不愿意接受他的管教 或者是调整 其实我的生命接下来 为我预备的就是第29节的刑罚和鞭打 不会有任何人做这件事 但是我会让我自己的生命 一步一步的走向这个灭亡 那有一天 他当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 那他看完我们的教会 他说忠义我什么话都可以对你说吗 我说都可以 他说我想告诉你 你们教会是山寨教会 我一听吓了一跳 但我事实上我马上承认 因为我的装备系统是超这个的 我的步道系统是超这个的 然后我的装备神学系统 是另外一个系统的 然后我们的服饰又是某一个系统的 所以他变成拼凑起来的一个车子 他完全没有我们生命当中的意象 没有我们生命当中要看见神的作为 我们只是去拼凑一些的内容 成为一个拼凑版的教会 当他说忠义你是山寨版的教会的时候 我自己心里面很清楚 弟兄姐妹 我要感谢神 让我可以把我的头低下来 愿意谦卑 愿意降服下来 我的生命一直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我感谢神 有人愿意对我说话 我也求神祝福你 我们一起谦卑 成为一个在神面前 如同被责备的名责人 但是因此明白知识 以至于生命久长 荣耀我们的神 我们就在神的面前来祷告 愿神祝福你 阿爸我要谢谢你爱我们 让我们都在你面前成为一个 我们听见神的话 或透过任何人讲出神话语的时候 就能够悔改改变的人 远离一切的刑罚和鞭打 成为蒙祝福建造神国度的人 愿神祝福我们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